欢迎收看第534期武器大讲堂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德国的一家武器制造商 创建于1886年的德国伍尔特公司认为 他们这100多年来 所研制的这一系列击锤激发式手枪 存在诸多的缺点 例如击锤和套装之间 容易让外界杂物进入机构内部 同时板动击锤时容易失手 因此意外丑火等等问题 延迟1996年的时候 在刚推出的新型手枪市场 表现木家的情况下 开始研制采用改建在 柏拉宁币所系统的新型手枪 这款手枪约含了 沃尔特公司设计人员的 许多创新性思维及先进的技术 它就是流行至今的沃尔特P99手枪 沃尔特P99手枪 可以说是沃尔特公司产品的里程碑 在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先进设计 而在P99手枪之前 其实沃尔特公司已经在1988年 推出了P889毫米口径手枪 但可惜的是 这款手枪并没有流行起来 所以在建筑90年代之后 沃尔特公司就以P88为基础 重新设计一款 适合平民自卫或执法人员使用 并大量采用市场上 许多新产品研究成果的 新型半振动手枪 这就是P99半振动手枪 沃尔特P99半振动手枪 9毫米口径版本 长度为180毫米 枪管长度为102毫米 套筒宽度为29毫米 高度为135毫米 空枪重量为710克 整枪的外部材料是这上面 套筒的外形 类似于P5手枪 剪面为T型剪面 其表面采用了 沃尔特公司特有的 特尼弗涂层 这一层涂层的防腐性能 比杜克的涂层更好 耐磨和耐脏性能 也更加的出色 能有效的避免手枪 受到海水或者汗水的腐蚀 美国的格洛克系列手枪 也一样采用了 这种涂层处理 套筒的后部 为了便于射手抓握 设置有防滑纹 另外 为了降低整枪的质量 套筒使用了 玻璃纤维聚合材料之成 不仅质量更轻 还能带来更好的 人机工程学 再加上 全枪的外形边的部分 都进行了自然过渡处理 相较为能找分明的设计来说 这种自然过渡的设计 能在快速出枪的时候 避免发生勾挂衣服等 阻碍拔枪的问题 也便于隐秘斜行 和快速的出枪 在套筒的下方 也是为了避免 勾挂衣物的情况发生 弹匣示范扣 则安装在板机裤圈 和握板的连接处 与板机裤圈 是融合的设计 这的好处就是 避免无意扣动弹匣扣 而使弹匣意外跌落 并且弹匣扣 还是双面的设计的 这种方案 对于左手 或者右手的使用者来说 都是非常人性化的 底板和带机久留感 都是采用15%的 玻璃纤维增强的 12号聚合物磨压成型 这种材料与金属底板相比 非常容易生产 成本和重量都很低 而结构强度 本来不过性能 都不亚于金属材料 因而对于成本的控制 是非常有用的 其握把形状 由意大利比赛手枪握把设计师 进行设计 VALT P99手枪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有三个大小不同的握把背板 背板有减震材料制成 可以根据不同的手型 选择不同尺寸的握把 枪管为冷断生产 内有6条右前弹线 其弹线的加工 采用8吨弹线加工方法 这种加工工艺 为非机械方法加工 能够保证手枪 有较好的设立性能 枪管的轴线 为持枪手虎口上方 大约24毫米的位置 这样的话 可以大大的改善 整枪设计时的平衡性能 从而降低了枪管的跳动 另外 ZGOVALT公司 还生产了这枪口 配有螺纹的枪管 这种枪管区别于普通的 P99不能安装消灯器的枪管 当换在这种枪管之后的 现在柏拉林密锁式机构 这个机构 是通过体板内的一块密锁卡铁 与枪管尾部下方的一个鞋槽 进行作用 总而使枪管上下摆动 而实现开锁回密锁 机针尾 没有机锤的 机针平衡式激发系统 这个机针 类似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格洛克系列手枪 VALT P99半支路手枪 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从机针的尾端 判断手枪 是否处于待机的状态 当弹内有子弹时 抽壳钩外壁前端 会突出于套筒的平面 后端则收入套筒的平面 机针的尾端伸出 另有红点显示时 则手枪处于待机的状态 当弹内无枪弹时 抽壳钩与套筒侧臂平息 机针尾端收入 这个时候则为解脱待机的状态 并且这种指示 不仅在白天 能够通过肉眼看到 在夜晚的时候 可以通过手指 触摸尾端的突出情况 来确定枪处于什么状态 板机机构为 独特的单双动机构 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 第一发为双动 这个时候板机扣率会比较大一点 扣率为4000克 第一发之后 都为单动模式 这个时候板机扣率为2000克 因此P99的机针 不在待机状态时 都可以随时扣下板机 进行射击 保险方面 挖到P99半支的手枪 采用了三种保险 第一个就是前面所说过的 枪尾红点显示的 待机状态的指示保险 第二种是机针保险机构 这个机构 可让P99手枪 无论是足以待机 还是解脱待机的状态 机针保险骚 在预压黄的状态下 均处于下方的位置 这个时候 只有当板机被扣压到 释放机针的位置时 机针保险骚 才会被板机连杆 直接顶起 机针头部 才能穿过机针烧上的通巢 打击枪弹敌火发射 第三层 则是板机保险机构 类似于格鲁克的板机保险机构 这就是P99手枪的三层保险机构 可以看得出来 并没有外露的保险 通过这三层保险 可以让P99手枪 在使用的过程中的安全性能 大大的提升 在实验测试的过程中 网尔特P99半支的手枪 在装弹待机的情况下 从不同的角度 跌落到钢板 水泥地 以及塑料表面上 枪机头部会自动激发 从这些介绍 跟以前武器弹堂介绍过的 格鲁克系列手枪相比 很多人都可能注意到了 网尔特P99半支的手枪 有不少格鲁克手枪的元素 其实这也是必然的 因为其设计这款手枪的时候 网尔特公司聘请了 奥地利格鲁克公司的设计师 来设计枪机和保险等重要机构 所以也就有不少格鲁克手枪的影子了 在固弹方式上面 网尔特P99半支的手枪 采用了油扣0.8毫米的钢板制成 底座为塑料板的双排单件 大容量弹夹弓弹 919毫米口径 版本的标准容量为16发 而另一个版本的 040SW口径 其弹夹容量为12发 瞄准机构为缺口式罩门 片状准心 准心设计有影光点 罩门两侧也设计有两个影光点 便为业绩瞄准使用 当然机械描具是可以选装的 可以选装可调节方向的比赛型 三点固定的金属型 绿色三点固定的穿光夜描型 和可调方向的红色三点反射型 在发射919毫米口径 标准子弹时 枪稿出速度为408米每秒 发射040SW版本的 枪稿出速度为344米每秒 有效射程为60米 作为德国沃尔德公司 大致做了一款手枪 从服役到现在 也发展了相当多的版本 除了双动型 单动型 快动型 紧凑双动型 紧凑单动型 紧凑快动型等最用的情况之外 还有用于免用的 工艺枪 训练枪和气动枪 可以说在军名领域 是一款大受欢迎的优秀手枪 目前欧洲免用的 919毫米口径版本 单价为949欧元 北美洲发射 040SW版本的 P95手枪 售价为540.63美元 你是否会考虑一版呢 广源节上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武器大壤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大壤堂 长网线内容 我们下期见